全土疫情已经慢慢朝向比较稳定的方向来发展 再加上国际间的疫情已经没有像之前这么严峻了 指揮中心也严拟松绑入境检疫规定 包括了居家检疫的天数缩短为10天 再加上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同时开放可以在家一人一户 或者是入住防疫旅馆检疫 并且放宽商务人士来台湾的条件 相关的检疫规范可以比照国人办理 至于新智上路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呢 指揮中心表示会以国内第三剂疫苗的覆盖率 达到五成为目标 估计最快在三月中旬可以上路 国门开放终于不再遥遥无期 指挥中心宣布将松绑边境 第一步优先开放商务客来台 就好像我们有时候有国兵来的时候的一些的形式 不同的进口的通道有一定的指引来做 那隔离完之后 那就可以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访问 另外也将放宽入境检疫规定 沿你缩短检疫天数 改为十天居检加七天自主管理 同时开放可在家一人一户或入住防疫旅馆检疫 期间进行两次PCR和四次家用快篩 将快篩作为第一道防线 相关规范商务人士也可比照办理 预计最快三月中开放 达到50%以上 这是我们一个第一个目标 我们希望在三月中以前能够开始 新制拍板目前不会硬性规定入境者 要完整接种疫苗 但是否要继续附上登机前两天PCR 硬性报告还要再观察 至于国际观光旅游 何时才能解封 反台免检疫可能性不高 那现在是一个准备期 那时间未定 边境的这个管制措施松绑的这个讯息 对我们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人才流失怎么样把这些人找回来 这个是比较耽误自己 指挥中心松口将有条件放宽边境 相关产业重建曙光 记者组合报道